我是AI公司的工程充滿人 其實我跟Marchinology有很久很久的遠遠 我自己本身是碩士的時候在Stanford念的 然後我的老師就是 我聽說你們之前有Androine的 lecture notes 我之前都是跟Androine做蠻多 research 還有一個就是跟Subaction Throne 做了一點點Public-C AI的東西 然後我平行在Hoburnard 做分散式的AI 那一點點的經歷 以前做過比較有趣的 或是比較稍微 因為可能會聽過發掘的話 就是第一個是那個Daba Grand Challenge 就是我們20個人 花了大概13個禮拜 做一台自動車 然後參加就是全美的那個自動車大賽 那Shemless也就是很標臉的 我們第一次就拿到第一名 然後就拿到大選招式 然後所有人就不到一個Pani 然後學校不到一百萬美金 所以一個非常好 對學校來講是一個非常好 然後我也參加過一話 覺得還算稍微一點點 一點點的Visibility 就是那時候Daba給了十間學校 每間學校有一隻狗 然後我們就用幾幾口來去學 他的辦法自己去學習走路 特別是在一些非常不平的路面上 那我裡面用了很多很多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來讓這個雞雞狗能夠在不同的表面 然後可以有辦法去get across這個terrain 那這個後來 大家可能會這樣比較深刻的是說 他後來就是evolved到另外一個project 就是有一隻狗 然後在那邊在冰上面爬走 然後被踹一腳 然後突然有夠平衡 那就這個化學出來 這個化學就是那個project的全身這樣子 那那時候跟Visibility一起做 那我PHC的時候是做分散式AI 基本上就是用CellularMata的概念 比較像 然後比較用很多Graph Theory的東西來去證明 我們怎樣 那這些機器人每一個都是independent agent 然後互相interact 然後可以evolved到一些有用 一些比較有趣的那個google property 那我這個PHC就是在MataAgent是NameS BestPHC的領域 但是Instagram就是Going to Athena 我後來就是做了 跟我同學跳出來做Avion這家公司 然後這家公司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家公司其實是based在台北 然後我們研發還有很多Sales都在台北 然後也在 最近實在也有在東京這樣子 那我們的Vision其實是用AI 還有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technic 讓這個Mobile App 或Mobile Advertising這個環境 我們能夠更Efficient 然後可以更精準的行銷到你所需要的受眾 那我們的Solution呢 其實我們是現在目前在亞洲 能夠access到最多的real-time bidding exchange的公司 其實我們公司跟雖然是based在 雖然是based在亞洲 其實我們跟很多 就是美國的所謂的 等一下我會介紹什麼是exchange 就是廣告交易平台 所以有點像廣告交易平台 但是廣告交易 那我們是跟很多的 那個exchange都有戰略合作 然後還有很多的在中國 以及日本的NL 都有戰略合作 所以我們在一個月裡面 我們其實有2000億個廣告的request 就是在我們的server fund裡面 就是做processing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很喜歡 Big Data Nothing is bigger than this It is really big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公司 其實有 在技術上面 有兩塊很大的challenge 這也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在Willy 他就是負責我們 data mining方面的同事這樣子 我們兩塊很大的challenge 第一個是我們怎樣去establish 足夠大的 足夠capacity的server fund 然後能夠handle這麼大的廣告的流量 那第二個是 我們怎麼樣可以develop一個非常 就是 好的那個fair mining algorithm such that 我們每天在可以利用這些data 然後讓我們的 整個theitzen solution 可以input overlay 那我們其實 我們公司在intensile 就是在廣告上面 在realtime bidding上面的廣告上面 inventory其實我們公司是在 在雅臺地區其實是最 最擁有最多inventory的公司這樣子 那其實在 特別是在韓國 是本漢和中國這樣子 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然後我們公司就是在台北 就是在韓和那個tokyo 基本上都是比較小的sales office 但是在大部分人就是在台北 很小的公司 20個人左右而已 但是我們是 從去年開始就非常aggressive的growth 所以現在我們的成長率 as you can see 你可以看到 從我們現在的游泳的運動 和專業伙伴就是 我們發展非常快 那特別是 就是在如果是machine learning 的愛好的話 在我們公司可以找到 蠻多類似 我這樣子的人 那我們公司80% 其實都有AI和machine learning 的background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公司也會 可以更多同事會來參加這邊活動 那也希望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公司 不管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公司在解決問題 是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就是realtime bidding advertisement 不知道誰在座各位 有經過realtime bidding的東西 請舉手 OK 太好了 不好意思 你也是做相關領域的嗎 算 OK 你是做哪一方面 我們有做content analysis 喔 content analysis for 那個 也是for ads 也有針對內容做推進 了解 了解 其實就是非常 其實是蠻相關的一個領域 那基本上 以前我們最古老的時候 在賣廣告 是基本上 就是打電話跟sales 講說明天我想上一個廣告 那可不可以幫我放上去 這樣子 你比較進步以後 你可能可以現在在facebook 或在google裡面 你可以自己去放廣告 然後說你願意 競標多少錢 然後他就是 Google會自動幫你做 然後現在 從2008年開始 一開始是web 然後到去年 是mobile 開始有一個 app exchange的出來 他的概念呢就是說 每當有一個使用者 拿出一個app 或是進入一個website的時候 他會馬上通知那個exchange 就是廣告交易平台 說 某一個使用者 從哪一個IP 然後維持什麼樣的property 他上來了你願意租多少錢 那世界上其實有 除了多少錢 來標這個廣告展示檔位 這樣子 那世界上其實有 大約約莫 在google的話 大約十家公司 然後在那個web的話 可能比較多一點 像那種大資料分析公司 它所謂的叫demand side platform 就是在這process裡面 這個哪個地方 這個公司 那基本上 因為pubrisher 就是一個廣告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pubrisher過來的時候 他就會丟給中間這個 所謂realtime bidding的engin exchange 然後他會exchange 就會去告訴那時候 DSP 你明明出多少錢 去bit的這個廣告展示版位 所以說 通常這個樣子的一個時間的話 我們在0.1秒裡面 要做出一次的那個 的decision 就是我們要 要不要標 然後要不要多少錢 那所以說基本上 是一個還蠻大的挑戰 因為只有 基本上一個是 AI on a fly 而且 on a fly cooking on a fly 然後是非常快 就必須要做指定 然後我們公司其實pubrisher 跟大部分很多的那個 A exchange 大部分主要都有hungership 然後 我們每一秒鐘 好 因為最近是在非常地 積極地在整合當中 我們預計在下個月的時候 每一秒鐘 我們要發生 十萬的 像這樣子的 的 auction 這樣子 然後每天 我們大概會 現在目前會進入了大概500GB 500GB的那個beta 好 然後大約是 三十億左右的 impression data 那我們就是非常需要 有baked data 熱誠的 來加入我們 其實 然後 也許你是machining 或是beta mining 或是你真是 you love art 或是 any kind of thing 你想要加入我們 OK就加入我們 或是來我們公司做做 看看你想要怎麼樣 玩這個beta 可能會非常快樂 不過我來玩beta 我可能只能在我們公司 因為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competential issue 好 這是我們公司的 基本上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 你們學machine learning 就是這樣 就是我的requivalent 就這樣 然後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 寄到hr.com 或是等一下 結束的時候 我會在這邊 那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跟各位 有一個合作 或交朋友的機會 如果 如果現在你覺得 沒有需求的話 或是有什麼 有什麼建議 或是對這個 這樣的平台 或是 或是我們公司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 就是等一下掛中談談 然後我們可以 互相加油 觀看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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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大家 對那個 他們公司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 可以 那個 跟子安換一下影片 或是聊天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那我們 那我們 就先 我們今天可能 就先到這邊好了 對 我原本想講一個 PS 的 不過 我覺得可能 就是需要 多 沒有沒有 大家可以多聊天 交流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下禮拜的話 原本我們預定是 排那個 就是一個 text mining的主題 那因為 講者就是 他希望能夠準備更完整 所以下禮拜 我會 來講 就是 如何用R寫 接續今天的講題 也是spy的相關 如果用R去 實作就是 HONRY講的一些技術 但是 但是他講的比較 比較 高深一點 有一些東西 我可能用R無法實作出來 這樣子 對 用Python應該都可以啦 對 那大概是這樣 對 那 所以我 我原本要介紹一個 PoS的演算法 他是 就是他可以同時做到 你可以把 classifier 或是 那個predictor 轉出來 又可以做Dimension Relation 做Future Extraction 一種方法 這樣子 那我就可能下禮拜 就是我講完那個 spy的在 會後會 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今天可能就是 先到這邊 那 大家就可以自由交流一下 對 那 就 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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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